另一个时空版8888阳光预算 随机三种植物 分别挑战100只长脖子橄榄球殃尸 首先随机植物 OK 三种植物对应另一个时空版 分别是魅火菇 猫耳坚果 大拍菇 火焰射手 忧郁菇 野玫瑰 现在三种植物 小伙伴们你们感觉谁能挑战成功呢 弹幕留下你的答案吧 首先第一出场的就是猫耳坚果 75阳光一颗 咱们总共可以种植118颗 它会有怎样的表现 咱们拭目以待 长脖子橄榄球殃尸 一共才100个 这个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会轻松挑战成功吧 现在魅火的长脖子橄榄 与没有魅火的都在泉里进攻 可是我足足等了半个小时 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没有办法 这局挑战只能算是平局了 这也是挑战以来第一次的平局呀 然后就是第二出场的火焰射手 250阳光一颗 这个咱们可以动植35颗 火焰射手跟大拍菇 都是全体伤害 这个成功的几率还是希望很大的 哎 等一下 这 这也太牛了 这长脖子橄榄石太厉害了 触发小蜂车 火焰射手挑战失败 最后出场的就是野玫瑰 225阳光一颗 咱们可以动植39颗 看了刚才火焰射手的结局 我感觉这野玫瑰也要凉凉呀 果然速度很快 而且防御很高呀 竟没有一只长脖子橄榄倒下 最终触发小蜂车 挑战失败 这样的话 今天随机的三种植物 竟然全部挑战失败 这样的结局 小伙伴你们猜到了吗 好了 点关注咱们下期见